协助离婚夫妻降低纷争 也关注离异家庭儿童的权利 华联县政府和华联儿家协会 举办了第四届永远的父母共亲职亚洲论坛 邀请到亚洲各共亲职中心代表 和当地的工作者一起来交流 期盼透过众人及时广义 协助离异父母共同养育子女 维持亲职伙伴关系 让社会可以更安定祥和 为了协助离婚夫妻降低纷争 并关注离异家庭的儿童权利 华联县府与社团法人 华联县儿童暨家庭关怀协会 15日办理第四届永远的父母 共亲职亚洲论坛 近年第四届还邀请日本立命馆大学 荣誉教授二公周平现场演讲 吸引亚洲各共亲职中心代表 与当地工作者一同与会交流 海外日韩香港也以线上方式参与 集思广益 协助离异父母共同养育子女 维持亲职伙伴关系 其实儿童权利关系的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我们有在尽最大的努力 为他们的生存 而不是当成他们其实是被输入的一群 所以我们也希望下次如果有机会 再举办第五届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孩子 可以透过一些机会 能够让他们看到全球 尤其是亚洲 尤其是台湾 尤其是花莲 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为他们而更斗 我们如何的try our base 那我相信孩子们看到我们大人们这么的努力 我相信他们也会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 今年很特别也很开心 邀请到日本我们的二宫教授 以及高松那边的会面交流的各组织的团队 然后还有韩国的首席教授官宋贤东先生过来 那相信今天呢一定可以让大家有很多的收获 我们现在都在做这个古往的工作 花莲先生我其实在我们有这个家庭教育中心 对于零到一百岁我们也相当相当重视心灵的守护 所以我们在婚前的课程到婚后的经营家庭 这也是我们现在都在做的 我想台湾的旅婚甚至现在有新的关系 无论是结婚或者是同居或者有新的人与人的关系 都必须要互相的尊重 而必须要有个健康的心灵 才能够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花莲儿家协会于105、107年 在花莲办理第一第二届台港共青职研讨会 110年办理第三届共青职亚洲线上论坛 是逢花莲儿家成立15周年 除了论坛也将服务经验出版关于离婚你必须知道的事 并于9月底前在远东百货花莲店维美馆 带来欢迎来到我的家沉浸式体验展 期盼透过论坛互相交流 共同分享花莲在离一父母共青职的经验 张一父母养育责任 亲子关系维系的重要 谢谢将猫眼黄灵师报导